日本政府昨天提前解除东京首都圈和北海道的紧急状态 换句话说 日本全国各地全面解禁 将分阶段复工 对于政府的最新指示 一些人乐见其成 准备适应疫情笼罩之下的新常态生活 但是也有更多人担忧疫情会复发 认为太快解除紧急状态未必是好事 一场夺命瘟疫来得初步及防 累计超过16000多宗确诊病例的日本 原定将紧急状态维持到5月31号 结果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宣布提早解禁 对于政府在一个半月内就控制疫情相当自豪 但生活在疫情阴影下的百姓 是否做好准备和病毒共存 目前全国各地有些 어디로更派的 百姓 人物的 proteins 香港其实中心期内弟妹跟远结交ойд的 有气氛赑价格批缘大iries 很好看 有点准备ков的て 客伙那声 være怎么办 这里石建账达望 这些人所犯出的 厘是如何 我们必须一起聚会 再不开工就要活不下去了 平民百般无奈 没钱开饭的困苦生活 比病毒更可怕 樱花之国在疫情高峰时 一天新增700宗病例 后来疫情趋缓 外加普遍卫生习惯良好 使得病毒无缝可钻 但民众不敢松懈 出门在外更要打起万分精神 勤洗手戴口罩必不可少 ホットはしてます でもまだまだこれから 新しい生活様式がスタートすると思うので 新しい形に自分もどういう風に持っていくか というのがちょっとね や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 協力していかなきゃなというところ そろそろという感じです ありがたい それを一人一人の人が気をつけるように すればいいと思う お店の人も本当に困りますよね 日本上亿人口 只有27万人接受检疫 比例严重失衡 使得安倍政府一度成为重死之地 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 不过专家警告 未来几个星期 或许会爆发另一波疫情 规模之大 可能会压垮現有的防疫機制 目前政府已经迅速扩大检疫 以備万全 2時3時ってやつがあるみたいだから 十分やっぱりそれを気をつけないと なんか昨日の映像を見てるとね 大阪辺りはかなり密集して出てきたけども 今日辺り見るとまだまだ大丈夫なんで 東京は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ね 这波瘟疫使得日本第一季度 經濟萎縮0.9% 時隔5年正式進入經濟衰退 不过安倍政府親近資源 寄出各種紓困方案 挽救重創經濟 接下来还会增加2兆日元預算 擴充检疫機制 以防疫情捲土重来